人工受孕越来越普遍地成为子宫内受孕,由于被孕夫妻不能通过性行为受孕,需要其他渠道辅助受孕,因此人工受孕仍然是一个术语。 由于人工帮助精子进入子宫内部,完成受孕几率效果好,人工受孕在技术上是正确的,这确实是一种解决受孕困难的最好方式。 人工受孕的过程,正如其名称所暗示的,人工受孕是一种使用非性行为方式,将精子放入女性生殖道的过程,改成事实将经验浓缩成小体积,并将其放入子宫子宫内受孕,或IUI或者宫颈宫颈类人工受孕。 对有生育问题的夫妻进行人工受孕有几个优点,特别是对于男性不孕,如果男性精子数量少,或者精子异常,运动能力差,那么将更多健康的精子提取在注入女性生之道,可以帮助获得更好的怀孕率。 人工受孕可以成为被孕夫妻最好的解决方案,人工受孕也会绕过女性抗体和宫颈年夜造成的障碍,从而降低耸伤的精子进入女性生之道。 如果精子无法完成和卵子受孕,则不会发生妊娠,抬卵引导和人工受孕,宫颈因素不孕与之前的手术有关不明原因的不孕症。 不能确定病因的不孕症,多难乱潮中可证一种常见的女性类分泌紊乱,乱潮功能障碍,无法自行正常,排卵与子宫内模异畏症,有关的不孕症,女性骨盆腾痛的炎症,在不明原因的不孕症患者中,所有其他检测均正常的。 人工受孕结合排卵引导,可增加女性人生的机会,人工受孕的三大目标。 总结起来,人工受孕主要有三个目的,将高精度的精词进入女性生殖道,增加它达到男子实现受精的机会,将更多健康的精词进入女性生殖道, 帮助克服轻度至中度男性生育问题,同步时间里优化女性怀孕的机会。 根据每个人的诊断和具体的医疗条件,像子宫颈或子宫试用一种不孕症方案,可以具有高成功率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请订阅本频道